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熟知的黄土高原 贫瘠 苍凉 辽阔 这是黄土高原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绿意盎然充满了生机 黄土 一种普通的土壤 广泛分布在地球的表面 但在中国它却缔造了一个奇迹 在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黄土绵延不断 堆积出一个广袤的高原 这是地球上唯一的黄土高原 黄土不仅塑造一个高原 也塑造了一个文明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但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总是与这片黄土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但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 总是与这片高原连结在一起 二十世纪 考古学者在黄土高原上 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史前文明遗址 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的神话 越来越接近现实 我们为什么是炎黄的子孙 一系列猜想和推测 终于有了更确凿的证据 这座遗址展示给世人的 是一个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墙体保护非常好啊 好像是有意识回天的 把他保护起来 这些原住民为什么要迁徙 在迁徙前 又为什么要掩埋自己的居所 而他们又是谁 考古发现 令世人积叹 对我们感觉是太震惊了 他们是我们的祖先 而那次见习是否是形成 华夏民族最远出的动力 这一切又和他们脚下的黄土 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这是距离四千多年前的一处史前遗址 南左遗址 位于黄土高原上面积最大的残垣 董志园的腹地 建筑 建筑遗址的房内有隔墙和副墙 地面有六层白灰面 说明经过了五次修补 白灰面非常平滑 近乎现在的水泥地面 它这种大型建筑 大量使用白灰面防潮 往后地面起建 人工夯柱板柱 这些工艺都是比较先进的东西 在仔细的发掘过程中 学者们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一枝的围墙周边 排布着整齐的夯窝 墙里和墙外一部分的回田的土 是夯住起来的 但显然是有意识回田的 这里的原住民 为什么要回田自己的居所 学者们在推测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在房子东侧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使得这座遗址 呈现出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 更加通说明 房子那个东侧那个小门 那里边在封那个门的时候 里边寻了一个动物 那个动物没有坚定 但性质不太明确 大概不是狗 就是羊之类的东西 那是个祭祀 种种迹象表明 这些原住民在离开这里的时候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 这是一座史前时代罕见的大型建筑 人们主动填埋了它 是什么原因 或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 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 我们穿越时空 企图复原 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月圆之夜 巫师在主持祭祀 巫师的地位在部落中至高无上 他主持的祭祀活动 也许就是宗教最原初的样子 巫师将部落中最出色的猎权进到祭坛 因为大家相信只有这只勇猛的狗 才能永久保护祖动生活的这个地方 随后 巫师将桃盆放到狗的近盘 桃盆将作为祭祀的物品 永久地保留在家园 这个桃盆是首领的妻子制作的 当时人们的婚姻已经发展为一夫一妻制 男人负责狩猎和耕种 女人在家纺织和制桃 随着农业的发展和长期定居的需要 制桃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在黄土高原上出土的众多桃器中 刻画着许多奇形怪状的符号 学生们推测 这些具有文字基本结构的符号 就是汉字的来源 祭祀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便是巫师 部族占卜 祭祀 以及重大决策都少不了巫师 巫师还肩负一个重要的职责 医病 古代的时候 屋在清 医在后 看到就是古诗哥那个医书的那个医子 下面有一个屋子 就是说明当时医跟屋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是前时代 人们对疾病心怀恐惧 认为是邪魔入体所致 在不断的摸索中 人们开始尝试各种驱除不邪奇的方法 用大致的鞭石来刺破体表的庸阳 用火堆旁温热的石块来运贴冷痛的部位 并尝试着用草精树根来治疗伤痛 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叫神龙藏百草 这个百草从哪来 实际上我们现在 很多的药都是从容易的方面来的 你比如说我们 在张仲敬山还有你的有大枣啊 有小麦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 你比如说甘肃那个地方 叫白旗黄旗啊 当归啊 叫闽当归嘛 这些东西啊 它都是从一个很多的 这个从根这个龙根 这个龙作物的关联性是很强的 在生命一次次的轮回中 人们开始意识到 天地之间有一种规律存在 遵循这种规律 可以使人健康 可以驱除病痛 这一切并不需要神的帮助 慢慢的古老的中华医学诞生 距离南左移址不远 一个叫青龙嘴的地方 据说就是中国上古时期 最有声望的医生 齐伯的诞生地 青龙嘴属于甘肃庆阳史 庆城县 古代称为北地 传说 轩辕皇帝寻有北地 会见了齐伯 皇帝和齐伯会面所谈的内容 被记录下来 这便是我国现存文献中 时间最早最完善的一部医学典籍 皇帝内经 大概是到了春秋静战国的时候 春秋战国的时候 不是朱家风起了吗 这是朱子百家 这个时候有哲学了 有听文了 有数学了 这个也有医学了 这些都是开始产生了 开始能力的文明 开始有进步了 进步了这个时候 一干五之间 它不是混为一起了 开始分离了 这个分离的根据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标志是 皇帝内经 据专家考证 皇帝内经成书的年代 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 但是这本书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一定是经过了 上千年的积累演变而成 因此皇帝内经所传达的伊礼 在皇帝所处的史前时期 就应该被人们所认识 世界能力文化记忆明录 中国的医学里的 只有一两个东西 一个是叫皇帝内经 一个是本朝纲目 所以不是中国人在崇拜 这个皇帝内经 齐人力都在认为 它是文化记忆中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性 中医也被称为齐皇之术 齐指的是齐伯 皇便是皇帝 皇帝呢 既可以指不足足掌 但是也代表了这个足 既然是代表这个足 那这个足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 一代的存在下去 那好像是皇帝存在的 一千年上千年 在今天甘肃正宁县的 五井元香境内 有一座元丘一样的山峰 有史学家考证 这里是中华人文始祖 轩元皇帝的坟种 如果轩元皇帝并非一个人 而是士族首领的统称 这里便是其中一代 轩元皇帝死后的栖息之所 无论如何 黄土高原上茫茫的子武岭 肯定是中华民族重要的 发祥地之一 这块深厚的黄土 滋养了我们的祖先 也滋生了中华文明 在耕种过程中 人们观察古物的生长 体会自然的力量 逐渐感悟出了 中国独特的医道精髓 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 皇帝内经不仅仅是一本医学书籍 更是一本阐述人生哲理的书 据说皇帝从中悟出了治国的道理 史集记载 皇帝向齐伯学习针灸之道 皇帝研读了关于针灸的九篇文章之后 认为理论虽然玄妙 但过于庞杂和散漫 希望将多如毫毛的论述 归纳成一个体系 面对皇帝的困惑 齐伯回答 不仅针灸的道理 应该总结归纳成一个体系 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 也应当如此 在齐伯看来 治理国家和针灸一样 都必须有统一的原则和法度 治国和治人是一个道理 皇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建立法度推广农业 使得炎黄部落不断壮大 并逐渐向东发展 史前时代 炎黄部落的东方 是由吃油统领的东夷部落 部落之间的发展 势必导致对土地的争夺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上古时期的战争 这一系列战争造就了华夏民族的基本格局 这就是所谓的着陆之战 在中国的史籍中 着陆之战被反复提及 传说 吃油兄弟八十一人 瘦身人羽 红头铁鹅 造立兵杖 威震天下 吃油是九个亲属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的首领 力量惊人 勇猛善战 史籍记载 吃油做野 以金做兵 东夷部落野金业比较发达 武器先进 考古发现 这些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它部分地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 东部的早期叫大文口文化 三都文三文化 大体好像一个是史前的东夷族 因为东夷族它也不是一只 它有这个太号呢 有少号呢 有持油呢 在这个里面呢 跟皇帝 爷帝 发生过战争关系的话 主要是持油 它在向西发展过程里面 皇帝的移植 到叶三七一代以后 再向南发展里面 爷帝里面也有一只人呢 从中渊呢 向这个野和白发展里面 所以才会在这个足路 这个地方呢 消遇 消遇以后呢 才发生这个发生战争 东夷部落的生产力水平 似乎比盐黄部落 更先进一些 战争初期 持油所向披靡 因而留下铜头铁鹅 威震天下的英明 皇帝率领盐黄联盟 与持油作战 久战久败 陷入险境 对于那场久远的战争 因为缺少可靠的记载 和考古时政 太多环节都扑朔迷离 难以定论 但是各种传说 仍旧留下了一些 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顺着 这些蛛丝马迹 去推测 去想象 皇帝率领的盐黄联盟 由众多的小部落组成 根据传说 齐伯被皇帝 败为天师 如果齐伯在当时 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那么他很有可能 便是盐黄联盟中 一个小部落的头领 传说齐伯降生在青龙岁 距离南左使前移植很近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齐伯就是居住在 今天南左移植的 使前部落的头领 这场盛大的祭祀 也许就是由他来主持的 一场试诗的仪式 遵从部落联盟首领 皇帝的召唤 他们即将离开家园 向东迁徙 迁徙的目的是 为了参加一场战争 那是一场决定 盐黄部落与东夷部落 命运的战争 在出发前 为了保护家园 他们将其填埋 因为他们相信 他们还会回来 根据传说 齐伯赶到战场的时候 正值皇帝 九战九败于吃油 士气低迷 齐伯给皇帝建议 立兵骨气 末良愉悦 齐伯用古月激励士兵的志气 用医药为伤者治疗 全军士气空前高涨 决战的那一天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东迷军队的前方 突然火光通天 鼓声如雷 皇帝的士兵敲响了 齐伯法明的战鼓 鼓声探动天地 火光激荡人心 持油的士兵 第一次听到 如此令人震慑的声音 惊慌失措 溃步成军 战争发生了转折 皇帝最终战胜了持油 皇帝在战胜持油之后 盐黄部落的一部分 离开黄土高原 来到东方 东方的农业 因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盐黄部落与东夷部落 也最终融合 到战国时期 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 盐帝和皇帝 被中国人尊为华夏始祖 持油被奉为战神 为了保护这座珍贵的时间遗址 南座遗址已于数年前回田 今天他静静地在地下 向我们诉说着四千多年前的故事 南座遗址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至今依然神秘 但盐黄部落从黄土高原壮大 并向东迁徒应该是历史的真相 那场旷古的大迁徒 就是华夏民族诞生的远出动力 这片黄色的土地 似乎蕴含着远远不绝的力量 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的前行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 没有锦衣华府 但要素雅捷径 身处艰苦之中 又能保持内心的荣耀 理想比享乐更重要 有长幼分别 又情同一家 那个时代的风声 可以穿越三千年 那个时代的思想 影响着以后的中国人 公元前一千七百年 一群衣衫蓝绿的人 离开家园 一路向北行进 他们这是干什么去呢 是短暂的出行 还是整体迁徙 他们是周人 这是一次集体的逃离 他们为什么毅然决然地离开关中西部的卧野 而临间涉险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他们的目的地又在哪里 周人的始祖叫气 史记周本纪记载 气从小便表现出惊人的农耕技艺 地摇拜气为农师 气的后人也因为善于耕种 世世代代被君王封为后继 然而 等船到后辈不足的时候 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这也导致了这次艰难的族人迁徙 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是这样的 不住万年正是下敌孔家当政的时候 在政治上非常的这个烘溃 他也不重视农业生产 不住呢就失去了这个农官 然后呢不得不率全族 巨族迁徙 长途跋涉 到了戎敌之间 然而这次迁徙的真相 仍旧令人困惑 族长不过是失去官职 族人似乎没有理由因此而大逃亡 真相总是隐藏在历史的深处 透过历史的迷雾 一次惨烈的尸体浮现在世人面前 起的后裔 不住曾经联合西方的诸头 向夏王朝挑战 争夺权力 遭到了夏王朝的军事镇压 挑战以惨败告终 族人的生存面临着险境 不住不得不率众逃亡 不住的后人们忌讳这次悲惨的失败 隐瞒了真相 将千玺的责任 推给了夏王朝的统治者 随后的历史证明 周人的大千玺 是为了避开统治者的视野 另辟蹊径 引寄于偏僻之地 韬光养晦 这次大千玺的目的地 便是茫茫的黄土高原 盐黄部落曾经在这里 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 随着部落主体的东移 黄土高原一度成为文明的边缘地带 周人举足迁徙的时候 飘瀚的游牧部落 占据着这片黄色的大地 背景离乡的周人 在这里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 实际周宝记记载 不住自创与荣敌之间 不敢待业 时序其德 终修其绪 修其胸点 部主对他的冒险之举 一定非常内疚 为弥补过时 他勤奋异常 担惊截律 部主仔细地修订了祖先的训典 并严格遵照执行 他知道 唯有兢兢业业 周人才可逐渐壮大 才有机会卷土重来 部主的后世子孙 正是在这部训典的指导下 为了这个终极目标而奋斗 五百年之后 周人横空出世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延续八百余年 后世没有一个朝代 能够超过周人创造的基业 部主修订的训典究竟是什么内容 为什么可以让周人壮大 以致建立空前绝后的工业呢 又是怎样的一部训典 能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 可以传承数百年 从周人迁到黄土高原后的一系列作为中 我们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在古汉语中 布是大的意思 竹则是窑洞 布竹就是很大的窑洞 周人掘土为窑 在这片黄土地上 窑洞从此成为了数七年来 传承不衰的特色民居 作为游牧民族来讲 说水草切西的 它是不需要窑洞的 它用帐篷就可以 应该是说 能够文明发展的变结果就是定居 布竹还率领族人 进行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宏伟工程 甘肃庆城 古称布竹城 这座城池四面青山拱位 东西凉水加流 城池处立于山岗之上 从空中俯瞰 轮廓恰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因而它有一个美丽的别名 放城 1906年 英国著名的探险家 City Blues考察队 途径清阳 它惊叹于清阳古城的 规模的混大和构思的精巧 它认为这座城池 可以和当时世界上现成的 任何一座古城堡相媲美 它把清阳古城和英国的爱典宝城 赶负的进行比较 这是一个几乎跨越了三千年的对照 三千年前 布竹率领族人用简陋的木制石制工具 消土围城 这是何等的魄力和想象力 在火炮诞生之前 如此高耸而陡峭的成员 是敌人无法攻破的天前 三千多年前 周人为什么要在这偏僻之地 建造如此坚固的城池呢 当时周人的邻居是西戎 北迪 枪等游牧民族 他们逐水草而居 以游猎为主 这些游牧部落勇猛善战 习惯于掠夺 这座坚固的城池 既可以保护周人 免受游牧部落的侵扰 又可以防范夏王朝潜在的威胁 对周人而言 这座城池的意义 远非如此简单 与周边的游牧民族相比 窑洞和城池 不仅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更昭示出周人独特的生存理念 不住都群态 这个周族以农利得的这样的传统 教人架塞 逃富逃学 然而黄土高原 风沙大 土壤贫瘠 降雨又不足 执着于农耕的周人 将面与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在今天 黄土高原上仍流行一种耕种方法 这种方法具体源于核实 已无从考证 史书记载 此耕种法汉代之前便已存在 具体操作是开出深一尺 宽一尺的沟 然后将种子撒到沟里 等到幼苗生长起来之后 再将笼上的土逐渐填埋到幼苗的根部 农作物日益长大 笼上的土被完全除平 直到土壤把作物的根部深深覆盖 这样既保湿耐旱 又可以抵御风沙 这种耕作方法 非常适合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 或许 就是亲到这里的周人 最早开始尝试类似的耕种方法 避祸而来的周人 在黄土高原上扎下了根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开挖窑洞 修筑城池 耕种庄稼 中国的农耕文明 在黄土高原上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布竹死后 就葬在这座山上 明代大文学家李孟阳有诗写道 庆阳一世先王帝 成对东山布竹坟 按照帝王林寝的规制 重建的周祖陵 坐落于庆城东山之巅 被称为天下周祖第一陵 在布竹的引领下 周人在黄土高原站稳了脚跟 随着部落的逐渐壮大 他们需要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周人的南部 便是千里沃野 这就是今天的董制园 黄土高原上最大的残垣 肥沃的土壤 是周人施展农业本事的 笔响之地 当时被称为兵地的董制园 被游牧部落占据 周人如何才能获得这块土地呢